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一段像梦一样的日子 不如这样 我们就把这里当作是撒纳河畔 你看上去是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东方游客 坐在了我面前的矮凳上 你有心事 没有注意到自己做错了地方 我看了你一会儿 然后决定为你画一幅画 就这样 我铺好画纸 选了一支笔 开始起稿 傍晚的风吹起来的时候 你回过神 站起来走了 自始至终 我们没有说一句话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也无法为话命名 再也不会见面的我们之间 连结 只有那幅你不知道它存在的肖像画 每次开始前 我喜欢加进这样的想象 做好了吗 我要开始了 好 我可以看到我畫的畫面嗎 我確實是你先輩的 所以先輩的畫面是不可欠的領袖 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要寫什麼 要寫什麼 什麼都可以 不思議 如果你看到你 就很緊張 artiere 你很像我 你不知道自己的地方 我看你自己的畫面 我會想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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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把握紙幅庄移动, 筆を一本選んで下描きを始める ところが夕暮れの風が吹き始める頃, 君はふと我に帰る そして立ち上がるとどこかへ行ってしまった 僕たちは最後まで一言も交わさなかった 君の名前を知らないから絵に題名を付けられない 二度と会うことのない二人を繋ぐのは一枚の肖像画だけ でも君はその絵の存在を知らない 僕はこんな風に絵を描く前に空想するのが好きなんだ 準備はできた? じゃあ始めるよ ちゃんと作るんだ 何でしょう? 今日放ってみ絵を示す 編成の電写で 最高のカッコの概念をliches nosso絵の活動に一方で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